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数字化转型 各位观众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越南国家电视台 国际频道的今日越南节目 下面播报详细内容 今天3月19日下午 在国会主席王庭慧的主持下 国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 涉顺了2024年2月 国会民院工作报告并取行了闭幕式 王庭慧的主席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时表示 经过3.5个工作日 国会常务委员会完成了整个拟议计划 会议审议了7项法案 国会主席要求国会秘书长尽快发布结论 以便负责审查和组织洗草的机构 继续完成和修改 以在下周举行的国会专职代表会议上 征求意见 然后提交国会第7次会议审议 预计本次会议将有大量立法工作 政府总理范明正今天上午主席召开 外资企业见面会 即也提为 外资企业率先实现绿色增长战略的 2024年越南企业年度论坛 会上外商直接投资协会和企业 对越南总体发展乃至经济增长取得的成功 表示祝贺 评价说 越南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企业界认可并高度评价 政府在改革行政程序 改善营商投资环境 数字化转型 绿色转型等方面的决心和行动 他们也重申扩大对越投资的愿望 并提出了今年不便利投资活动 推动绿色增长的多项建议 范明正总理在会上发言时表示 越南一向倾听尊重 并愿与企业一道同行 迎耐而上 共享机遇 共谋发展 保护和营造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合作与发展环境 根据越南欧洲商会最新发布的数据 欧洲以及世界多家高科技集团公司 对越南投资和扩建工厂的需求 持续增加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外资项目到位速度相当快 近两个月以来 实际到位的外资资金预计达到28亿美元 创近五年来同期的最高水平 此结果 对于许多地方 机析主动地吸引了优质FDI资金 安靠科技越南工厂 正在投入试点运营 这是该集团 在全球20个芯片生产基地中的两个 工厂被全新建设 并将成为该集团 在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芯片生产中心 北宁工厂 是我们在全球最先进的工厂 所以很多客户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 不得不说 项目施工进度非常快 我们供应链中的数十家经销商 正在考虑在这里设立工厂 本着用地少 用工少 资金 技术 效率高的精神 以及做好场地准备 人力资源优质 机制完善等 所以即使是全国面积最小的省份 但北宁省在吸引高科技外资项目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北宁省成立了五个专责工作小组 解决各领域的困难 该小组将负责加强各部门行业的协调配合 解决设立项目清单的困难 更新解决进度和时间 近两个月以来 全国新批投资项目数量增长55%以上 注册金额增长两倍以上 由此可见 项目质量不断提升 从投资者数量和长远投资计划来看 欧洲企业主要集中投资于电子汽车制造 高科技农业和可持续能源等领域 我们对近期新项目得到迅速批准 给予高度评价 但基础设施质量和政策部署需要更加同步 据多家外国商业协会称 核心技术和芯片技术的控制权争夺战 正促使全球企业寻找高科技投资地点 这时机遇也是压力 要求越南做好准备 并加强基础设施和吸引外资政策的同步性 题为可持续发展数字未来的 越南数据中心和云计算市场发展会议 昨天在和内举行 值得关注的内容之一 设满足人工智能应用需求的数据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时代保障数据安全的问题 这是一台能够处理大型员工智能的超小型计算机 当集成到监控摄像头 平板电脑 机器人等设备中时 它可以快速分析图像和语音数据 专家表示 数据具具有处理速度快 成本便宜且支持更好的优点 目前数据主权和人工智能主权的概念非常重要 各国需要有一个战略来建设其云和人工智能的计算基础设施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数据将被创建是包括越南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重要资源 当前的大趋势是建设绿色可持续的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有利于企业有效管理数据中心 比如说使用人工智能 实时准确测量和监控每个设备的性能 以做出适当的调整 人工智能帮助我们连接控制系统的传感器 让能源优化过程变得更好 此外 人工智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降低了成本 因此 人工智能有助于企业更轻松的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预计到2030年 越南数据中心市场规模将达到12亿美元以上 每年增长10% 此时大型企业建设符合国际标准的现代化数据中心 将有助于促进国内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为民众和企业提供多种数字服务 首批有机咖啡是往日本市场的正式出口仪式 今天上午在加拿省波莱股市举行 这批有机咖啡总重量近40吨 生产过程满足日方的所有严格标准 例如 咖啡产品均得到有机认证 工厂的加工流程确保了日本合作伙伴的质量标准等等 官方出口的有机咖啡产品与传统咖啡产品相比 价值增加了35% 这对于西原农民来说也是一大喜事 因为越南咖啡已能够征服了世界上最苛刻的市场之一 越南有机咖啡正式出口国外也是 继续为咖啡企业和农民提供了很多对接 扩大消费市场增加产品附加值的机会 从今年5月起 越南每月将向穆斯林国家出口约1000吨鸡肉 鸡肉产品必须符合清真标准 这意味着肉类是根据伊斯兰仪式屠宰的 据农业与农村发展部介绍 穆斯林国家人口约22亿 对越南农产品来说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 目前的是越南一项干市场出口了 巴沙鱼、蔬菜、水果、大米等多种产品 这三天来月中友谊 友谊关口岸将人员和货物通关时间延长了两个小时 如今每天通关时间到晚上8点为时 目前中方约有一线辆货车正等待出口到越南 货物主要为新车、电子设备及零部件、原材料等等 也而长通关时间将有助于加快这批货物的运输速度 海关方面建议 由于目前中方货物库存较多 因此越南方企业、货主和司机需要定期掌握口岸信息和进入出口情况 进行相应的监管 避免拥堵和等待 由于鸿海选战学势升级出口企业面临了诸多困难 航运公司不得不绕道而行 导致一些市场的运输成本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受益向最为严重的市场就是欧洲和美国 价格上涨和运输时间延长迫使企业寻找适应解决的方案 以前该公司向美国出口的货物量较为稳定 平均每周约两个集装箱 但现在由于运输成本高昂 他们不得不暂时暂停该市场 并寻找其他市场的订单 与以前相比 企业只能维持50%至60%的产能 目前海运费非常高 以前到美国的运输费只花了150美元 而时间很短 但现在涨了三倍 在巴蒂头顿省 该企业今年前两个月向美国市场 欧盟 日本 韩国等的出口海鲜1300吨 出口额800万美元 同比增长30% 然而 由于运输成本增加 公司的利润却有所下降 航运公司是由客户指定的 但涨价时 客户就承担了沉重的运费负担 如果紧张局势升级 他们就不会购买服务 我们不得不为客户降价 折扣价格 支持部分运输成本 是企业正在实施的解决方案之一 已留住合作伙伴 反过来 客户会同意延长订购和运输时间 避免企业因迟到而要支付合同罚金 以前我们销售零售产品 但现在尝试与合作伙伴谈判 以获得批发价 另外呢 我们必须合并订单 例如 以前运到日本 需要三至五天 现在货船必须提前出发 企业生产中要寻找提高生产力的方案 以降低成本和减少生产时间 这是企业必须适应的最基本的两个要求 此外 目前企业需要获得资助 以及其他支持政策 加上企业的解决方案来适应并生存 针对这种情况 工商部建议企业想方设法 寻找原材料供应并使之多样化 寻找除海运以外的其他运输方式 以避免目前过度依赖海运的情况 出口企业在签订和谈判商业合同 运输合同时 应增加有关紧急情况下的赔偿和免责条款 与此同时 研究并立即部署解决方案 提高航海基础设施开发效率 工商部出台 自2026年继续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并征收反新销税的决定后 我国制塘业有望复苏 并呈现积极的变化 2024年西元和南中部区域原料区的 甘蔗价格上涨 每端价格110-130万月兑 相当于区域内其他国家的甘蔗价格 生产活动有盈利 农民恢复种植甘蔗 企业也着力加大加工力度 为国内甘蔗产品创造优势 2024年 甘蔗收购价格达建130万月兑一吨 以每公顷平均产量为70-75吨 加莱东地区农民 每公顷甘蔗种植可获利4000-6000万月兑 每公顷甘蔗种植面积的平均产量 约90吨 我们的毛利约为6000万月兑一公顷 2023-2024年度 高原和南中部地区 甘蔗原料区面积逐步恢复 例如 加莱东地区目前有3万公顷 增加了4000多公顷 在富安省 种植面积约为25000公顷 比上一年度增加了3000公顷 政府出台各项贸易保护措施 有助于恢复国内市场的糖价 国内外这糖价格较为稳定 我们甘蔗面积从3万减少到1.7万 目前种植面积已恢复到3万公顷 在2020-2021年的困难时期 有17家制糖厂不得不停产或破产 不过目前国内外糖价已趋于稳定 为各地支持农民参与可持续甘蔗生产链 创造了条件 最近我们与制糖厂合作 向当地人民宣传相关政策 增加甘蔗种植面积 提高收入 为人民创造就业机会 目前全国甘蔗种植面积 近16万公顷 比上一年度增加12% 加工甘蔗产量达1060万吨 成品糖超过100万吨 同比增长10% 这也是2019至2020年度至今的 最高产量水平 接下来请观众 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数字化转型 越南旅游业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 区业卫生部表示 1万项医疗服务将按照2023年 抗治病法正确完整的计算 具体来说 正确完整计算的医疗服务价格 包括四个因素 分别为 劳动力成本 直接成本 医疗设备折旧成本 固定资产和管理成本 这是管理费用首次纳入 医院费用 预计调整后 住院费用将较目前水平有所增加 自7月1日起 医疗机构必须公开 本单位医疗服务价格信息 从2022年开始实施这间 开发人口数据 身份识别和电子认证应用程序 也服务2022年至2025年国家数字化转型 展望2030年的6号提案 被评价为全国数字化转型工作的亮点 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同胞众多的省市和山区 南地政府和公安力量 一日积极实施6号提案 成为推动行政简化 改善民民生活的重要动力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在和评审作业发回的报道 今天 裴世仙女士前来云山香派出所办理了拘留登记 如果以前她必须手动填写许多注册文件和个人信息 那么现在 裴女士只需扫描二维码 即可查询信息 办理手续 比以前节省了许多时间 这里的工作人员非常热情地帮助和向导人民办理手续 以前要填写许多文件 现在只要扫二维码就可以了 对我们来说非常方便 快捷 近年来 和平省出台了实施06号提案的计划 具体围绕两个重点 建设不使用纸质档案的公共服务体系 基于国家人口数据库 创建数字化数据库 对于高丰县的北丰厢来说 数字化转型让当地政府更容易管理人口 同时为分散在乡内各地居住的少数民族同胞 提供医疗保险服务 北丰厢是个山区乡分 人民受教育程度不均 大家也没有使用互联公共服务系统的习惯 但是 我们一站式的工作人员将一步一步引导人民 其中包括继续引导人们实施BNEID 有效落实06号提案 现在办理行政手续很快 很方便 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 我们也希望各位公务员继续发挥服务精神 为人民办理手续创造条件 截至目前为止 和平省已在国家公共服务 门户网站上整合并提供了1335项在线公共服务 同时已成功激活超过41万个电子身份账户 截至目前 政府06号提案已基本完成既定目标 我们已经完成了芯片身份证发行工作 电子身份认证工作也基本完成 此成果得益于各级政府向民众宣传数字化转型活动 和平省实施06号提案两年来 取得了积极成果 得到人民群众和企业的支持和高度评价 从而有助于提高该省管理质量和效率 在数字时代 报纸仍然是很多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精神食量 在核内有一个开了多年的早市 叫为报纸市场 每天一大早 那里人来人访 热闹非凡 当人们还在熟睡时 报纸出版从业人员新的工作日就开始了 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各国家机关 行政单位和居民区区长 副区长准时发送报纸 为了避开上班高峰期的拥堵 一般要在早上八点前送达 以前 直报市场的报纸种类多得很 熙熙攘攘 很热闹 现在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我的工作其实不难 不过遭到寒冬风雨时就麻烦了 报纸万一被淋湿了 怎么能卖出啊 经过约一个小时的整理和分类后 报纸就被送到了报摊 授钱 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一大早就有读者等候买报纸 我每天都看报纸 不然总觉得少了什么 依我看 报纸为读者提供更为丰富靠谱的信息 我在这里摆摊卖报纸三十多年啊 买家主要是老年人 因为他们对互联网置之甚少 我会坚持下去 丰富老年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做早操后看报纸是不少和美人的习惯 我每天早上都出门散布 然后顺路买张报纸 有时候带回家看 有时候现买现看 对我来说 看报纸是获知新闻的最好途径 我会坚持下去 天高气爽 在湖边看报纸有多安逸舒适 进入数字时代 直报不再像以前那样占据重要地位 但仍在报纸爱好者心目中 占据了无法取代的地位 2022年3月15日 越南在新冠肺炎疫情过后 重新开放国际旅游 在世界旅游业生面临着的困难和挑战的背景下 越南旅游业通过政策改革创新 继续实现将旅游业发展成为经济支柱产业的目标 2023年 国际游客数量较2019年恢复了70% 今年前两个月 越南迎接游客量300万人次 相当于疫情前的水平 这里的消费水平相当合理 这是我在退休后选择的首选目的地 两年来 政府总理主持召开三次全国旅游会议 颁发多项加快旅游业复苏的决议和指示 其突破口是放宽签证政策 将国际游客停留期限延长至45天 目前 我高度评价越南在签证政策取得的进步 越南可以成为欧洲游客的长期目的地 这意味着 旅游业将有机会为经济做出更多贡献 专家表示 越南要继续明确对旅游服务供应链的企业提供协助政策 除了要认识到可持续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性 越南要退出具有突破性且前所未有的政策 从而为中小型企业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旅游业的协调也需要加强 避免出现各行歧视的情况 对价格造成压力 特别是在旺季 08号总理只是明确提出 有必要重启国家旅游指导委员会 统一行业短期和长期发展战略 国家旅游指导委员会将努力促进各部委之间 以及区域间合作活动的协调 据世界旅游组织评估 越南是最具旅游潜力的20个国家之一 2024年 越南力争接待游客数量1.7到1.8万人次 与2019年持平的目标 最后是越南各地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播报完了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精彩的内容请您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VTVGo点编 或者下载我们的手机APPVTVGo 明天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明天见